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 在这一段视频中,我将向大家介绍FanBI用户权限控制的相关功能。 FanBI中的用户权限分为两方面。 第一,是对已存在的节点和分析模板的使用权限。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平台后,点击系统配置,点击权限管理。 在弹出的权限配置界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部门职位或不同的角色分配节点和分析的查看权限。 我们对人力资源的部长这一职位分配OLAP分析的查看权限。 点击保存。 我们以属于人力资源部长的账户名登录,以检验权限分配的效果。 此时,该用户已经可以看到DEMO节点。 点击DEMO节点。 该用户也可以看到该节点下其拥有权限的分析。 权限的另一方面功能是数据权限。 当非管理员用户没有对应的数据权限时,即使其拥有查看分析的权限,也会在访问分析时收到没有任何数据权限的提醒。 在制作分析时,也会收到相同的提示。 下面,我们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为其分配数据权限。 FanBI的数据权限是基于业务包分配的。 在数据配置界面,选择全线配置管理。 选中对应的业务包。 为该业务包添加全线角色。 添加对应的角色。 点击确定。 配置角色后,属于该角色的所有用户在登录后都可以使用该业务包中的所有数据。 我们可以进一步配置,细化数据权限的力度。 点击该角色。 在弹出的窗口中,我们可以以类似通用查询配置的方法,为该角色的数据配置筛选条件。 点击添加条件。 选择分公司信息中的分公司名称。 让分公司名称属于北京。 点击保存。 这样,对于该角色的所有用户而言,所有和分公司信息相关联的表,其数据都将受到分公司信息属于北京的条件过滤。 需要注意的是,FanBI的数据权限设置是依托于FanBI的多维数据库的。 每次数据权限的更新,都需要在多维数据库更新后,才可以生效。 点击立即更新多维数据库,等待多维数据库更新完成。 更新完成后,我们来检验数据权限及其过滤条件的效果。 首先,我们以管理员的身份查看分享的分析。 我们发现,管理员可以看到所有分公司的数据。 我们在意刚刚分配了权限并设置了过滤条件的非管理员用户登录。 查看相同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该用户只能看到与北京相关的销售数据。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数据权限的控制效果。 以上,就是FanBI中用户权限控制的相关功能。